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又开始了 而对于正在通宵忙碌的香港媒体来说 这个夜晚终将再入史册 7月21日 香港所有报纸的新闻头条上 都统一刊登了这样一则消息 灯红功夫举姓李小龙 于昨夜深夜11时30分时事 年仅32岁 这条消息的发布 就像火焰点燃了炸弹一般 引起了全世界的轰动 意识之间 震惊 惋惜 猜测 种种情绪就像洪水一般泛滥看来 所有粉丝都不愿相信 这个武功盖世 如钢铁般强重的男人 就是死于药物过敏 所以后来关于李小龙之死 又出现了敌对势力谋害 脑溜并发等种种说法 直到今天 依旧有人对那个传奇男子的突然猝死耿耿于怀 但这恰恰证明了 李小龙的影响力是跨越了时间与国际的 今天 天才简史节目 就带你追忆功夫之王 李小龙的传奇一生 我们对李小龙的印象 大多停留在影视剧中 精壮的身材 灵巧的裙发 以及那双凌厉坚韧的眼神 但这只是影评上的他 是他所饰演的角色 与他相似 分有着很多不同 除去李小龙之外 他还是名震世界的 Bruce Lee 也是那个 跟随夜问习舞的中国少年 李振帆 李小龙虽然出生在美国 打小就拥有美籍华人的身份 但是出生后不久 他就回到了香港 并在那里度过了 他的童年与少年时代 那时候 他的名字还是李振帆 李小龙的父亲李海权 是香港歌剧院中 一位知名的表演艺术家 因此李小龙在很小的 就开设了自己的演艺生涯 也许是年少称名 也许是还算富足的家庭条件 也许是中德混血的母亲的 宽容教导 李小龙成了一个 令人头疼的坏小孩 不知是不是受武侠小说的影响 童年李小龙崇尚武力 后打抱不平 他勇敢 却有些自负 他会站在阳台上 对着飞过的日军飞机挥舞拳头 破口大骂 也会在学校与人约驾 以确立自己大哥大的地位 内侍的李小龙 成了校园里 无人敢招惹的霸王 在统一武林的道路上 总是会有很多的敌手与困难 于是李小龙决定精进无益 13岁那年 李小龙拜到叶问门下 学习永春拳 叶问是永春拳体系的 开宗立派人 守李小龙当徒弟那年 他已经61岁了 除去开班授课之外 这位历经半生漂泊动荡的得道高人 最喜欢做的事 就是打麻将 斗区区 你说他是武林高手 他早已不屑于打打杀杀 你若说他早已脱离江湖 可他对于永春拳的发展 又极为重视 这大概是叶问对于武学的豁达 或者说是一名舞者 对于国家局势的无奈吧 而李小龙的出现 恰好成全了叶问的一番不甘 在学习永春之前 李小龙就学过太极拳 并且有着丰富的格斗经验 他从不认为打架是不好的行为 相反 血气方刚的他 觉得通过拳头来解决问题 是最为直白利落的 这大概就是中二少年 李小龙眼中的世界 李小龙不管不过的冲劲 在叶问的指导中得到缓释 永春拳法的一朝一世 将李小龙的力气逐渐磨平 这个最初为了上帝而来的少年 逐渐转变成了一个舞痴 练拳成了他生活中最重要 且最开心的事情 为了能将招式更好的应用在实战上 李小龙还学习了红拳 少林拳等拳种 而这些都为他今后的融合创新 打下了金石的基础 1959年 18岁的李小龙前往美国读书 而实验没料到 这个从来不走寻常路的坏小子 竟然把功夫带到了美国 大学二年级期间 李小龙租了校园的一个停车场角落 作为舞馆 挂起了振翻国术馆的牌子 在教学的同时 李小龙也在不断提高自己的积极水平 除了自身擅长的中国拳术外 李小龙还参加西洋拳的训练班 并购买了世界拳王路易士的拳击赛纪录片 一遍又一遍地从中学习拳王的步伐 身法拳法和训练方法 最终创造出了 以速度与力量著称的节拳道 随着舞馆越来越出名 李小龙也接到了越来越多的挑战 据说李小龙曾击败了 日本世界柔道冠军 牧村正宴 世界空手道冠军 山本刚夫和查克诺里斯 以及菲律宾贯王伊鲁山渡 从而名震世界 虽然这些战绩至今还被质疑 但事实上 美国职业篮球运动员贾巴尔 美国空手道冠军 乔·刘易斯 以及上文提及的查克诺里斯 以及伊鲁山渡 都曾在李小龙的舞馆学习过 在后来的采访中 他们更是表达了 对李小龙的浓浓敬备之情和湘西之意 或许你还是不能明白 李小龙的功夫究竟到了怎样出神入化的地步呢 那我们还是从1964年那场国际空手道锦标赛说起 这段珍贵的影像资料 直观地告诉我们 李小龙的群法究竟有多快 他的力量又是多么惊人 在这场表演中 李小龙的招式令赛场所有参赛者都震惊不已 普鲁斯利的名号再次登上世界格斗榜单 在当时种族歧视严重的美国 李小龙靠自己的拳头打下了一片天地 他本想着就这样将武馆开遍美国 将中国功夫传扬四海 可1964年的那场表演 给了他人生另一种可能 国际空手道锦标赛刚落幕 李小龙就接到好莱坞发来的视镜邀请 年级23岁的李小龙在镜头前自信端庄 言语流利 于是也十分理所当然地 获得了好莱坞电影属于华人的第一个角色 李小龙在清风侠中的表现十分出色 甚至将男主的风都盖过 接下来的几年里 李小龙细约不断 但这并没有改变美国影视行业对亚裔的情势 李小龙一气之下 接受了香港影视公司的邀请 转战中国影坛 1971年 李小龙主演的唐山大兄 经五门分别创下了香港开部以来的电影最高票房记录和亚洲票房记录 随后李小龙更是自编自导自演了影片《猛龙果江》和《死亡的游戏》 后来还与美国好莱坞华纳电影公司联合拍摄了《龙争虎斗》 《龙争虎斗》在美国放映时也取得了惊人的票房 可以说 李小龙凭一己之力带动了香港电影行业的发展 更是开创了《功夫篇》的新模式 就连成龙 李连杰 周星驰等在影视行业首屈一指的电影人 都将李小龙视为偶像标杆 不过可惜的是 《死亡的游戏》还未拍摄结束 李小龙就意外去世了 可能很多人都觉得 李小龙是个四肢发达的武器爱好者 但了解他的人方知 这个男人真正的魅力在于他的多样化 李小龙出生在富贵家庭 少年时就会写一些蕴含哲理的诗句 大学时读的也是哲学专业 在为武术痴迷的同时 他也热爱看书 他的书房藏书量惊人 却每一本都带有他的笔记 为了研究更快的出巡方式 以及在实战中更有效的攻击手法 李小龙可谓是荣众家之所长 而这不仅仅是在训练场上就能得到的 当李小龙声明确切之后 许多媒体对他进行了采访 而他所表现出来的淡然与方曲 也收获了一大票粉丝 他不仅仅是一个能打的演员 更是一个有着丰富思想 以及迷人气质的身世 可以说 李小龙用自己的功夫和人格魅力 征服了整个世界 就如同电影中 他一脚将东亚并富的牌子 踢个粉碎那般 他也将世界对中国的偏见粉碎了 但令人遗憾的是 直到今天 我们中却依旧有一部分人 在恶意抹黑他 攻击他 也许他不能成为你的偶像 但希望你看过这个视频后 也能去尊重这个有着无穷魅力的男人 好了 本期天才简史到这里就结束了 感谢大家的观看 喜欢我们节目的小伙伴呢 可以微信搜索关注 天才简史 更多精彩有趣的天才故事 等着你哦 本期结束 咱们下周不见不散 他是介于伽利略 与牛顿之间一位重要的物理学先驱 然而他的名字 却并没有这两位那么如理贯耳 不过论其他的成就 绝对会令大家目瞪口呆的 所以 无论大家有没有猜到是谁 都让我们一起期待下期的视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